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北京紫禁城 占地面积七十二万多平方米 有大小宫殿一万间左右 是公元一千四百零七年开始建造的 到如今已经五百五十多年了 现在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五门 又名五凤楼 是紫禁城的正门 如果你有机会登上五门的城楼 去俯视宫廷全貌 那真是气象非凡 它显示了当年劳动人民和建筑大师的才华和智慧 太和门前的一对古铜狮子 姿态威武 色泽斑烂 雕刻十分精美 它衬托出宫殿大门的庄严气派 在宫殿电脊上配置的这些装饰性的瓦件 塑造精细 别具风格 一首歌 画在太和门梁芳上的彩画 是明夫妻时的金碧辉煌 这是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特色之一 耸立在高大台积的宫殿 就是太和殿 层层的玉石栏杆 像是用白玉堆砌成的山巒 把宫殿建筑烘托得更加雄伟和壮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和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故宫宝库收藏的一幅清代朝会图卷 这就是当时皇帝作朝仪式的实况 太和殿后边的中和殿 是一座亭子形状的方殿 这是皇帝做朝前做准备的地方 中和殿之后是宝和殿 是皇宫考试进士的场所 这三座大殿的屋顶饰样 体积大小都各不一样 可是连成一组 却又显得如此和谐、稳重 这是中国古典建筑布局艺术上的杰作 从三大殿往后走 就进入内庭宫殿范围了 内庭宫殿的建筑布局是严密深远 并采用了左右对称的格式 在东西两面各设六宫 而东宫、西宫却又自成一体 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三宫六院 是皇帝和他的后妃生活居住的地方 东西六宫的殿内布置是十分富力堂皇的 这些陈设都是出租全国名将之首 显示了中国工艺美术上的极高水平 与悠久的历史传统 这是珍珠、玛瑶与宝石相迁的盆景 这是象牙与翡翠相迁的平凤 珍珠、玛瑶与宝石相远 这里所有的陈设设计 即便是梳妆联合 也都是全国的名贵之品 这真是能工巧匠们的精心杰作 每当时钟焦点的时刻 还能让人们听到翠鸟叫声 显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西堂 皇帝的书 在这座小巧别致的书房里 收藏了近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王寻三个人的书写真迹 婚宁宫是专门为皇帝举行结婚仪礼而建造的宫房 白子图案的锦背 反映了当时刺绣工人们极高的工艺技巧 这是当年宫廷画家绘制的大婚图 他描绘了皇帝结婚时候的景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清代皇帝通常都在养心殿处理一般政务的 养心殿东暖阁的布置 保持了清代同志光绪时的样子 当时皇太后参加处理国事 就坐在后边的这张宝座之上 据说两张宝座之间 那时还挂有黄沙漫杖 这就叫垂帘听政 养心殿的布局景象 反映了十八世纪清代全盛时期的遗迹 在雄伟富丽的宫殿建筑后面 是皇宫里的花园 叫玉花园 这里的亭台楼阁 苍松脆白 配置得十分紧凑和雅致 别具一种优美甜静的气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于篇幅 我们影片只拍摄了紫禁城宫殿建筑 与陈设的一些片段 人们可以看到紫禁城的建筑 的确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物 它不仅保存了我国建筑艺术的传统形式 它也是世界上一组最优异 最辉煌的建筑纪念物 是世界上一组最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世界上一组最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